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以往我们说人到七十古来西, 但随着物质、文化生活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 现在七十岁,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年龄了。 然而有一些七十岁的老人健康状况非常好, 仍然可以坚持运动,享受老年生活。 但是却有一部分人已经身患多种疾病。 那么对于眼看就要进入七十岁左右的人群来讲, 应该如何更好的养生来延长自己的寿命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到了七十岁,坚持运动仍然很重要。 有些朋友认为到了七十岁左右这个年纪就不应该再运动了,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通过运动可以让我们的感觉变得更加良好, 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能量水平, 增强耐力,增强肌肉, 并保持关节的灵活性。 这对于老年人非常的重要。 另外,通过运动还可以改善情绪, 让老年人有更好的自信心和睡眠的质量。 我们到了七十岁这个年纪, 很多人可能会存在一些慢性疾病, 比如关节炎,心脏病, 糖尿病等, 还有骨质疏松, 通过科学合理的运动, 可以让我们与这些疾病做斗争。 适当的运动可以让我们维持一个更好的心脏状态, 帮助我们调控血糖, 适当地进行一些负重性的运动, 比如快走, 散步, 可以帮助老年人对抗骨质疏松。 对于有骨关节炎的病人来讲, 适当的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周边肌肉的力量, 避免肌肉萎缩, 避免肌减少症的发生。 而且适当的运动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关节的角度, 不让我们的关节功能严重地受限, 影响老年人的生活。 很多人想不到的是, 适当的运动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健康。 有一项研究显示, 定期运动的65岁以上人群, 在9年以后患痴呆的可能性, 比不定期运动的人要低47%。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 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呢? 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态是不一样的。 建议散步, 适当地快走, 游泳。 如果条件允许适当地进行慢跑,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为了维持我们关节的灵活性, 适当地进行太极拳训练, 以及一些力所能及的瑜伽训练, 也是很好的选择。 请一定注意, 要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结合起来, 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对于无氧运动, 我们简单地来讲, 使用瑜伽带进行抗阻训练, 或者是举哑铃, 都是很好的选择。 对于老人来说, 不会增加过度的负担, 还会维持肌肉的强度。 避免跌倒很重要。 对于眼看着进入70岁的老年人来讲, 在日常生活中, 做好防跌倒工作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相对来讲, 平衡性和身体的反应都会变弱。 而且, 很多老年人会有一定的骨质疏松, 那么一旦发生跌倒, 很有可能造成骨折。 而如果发生了髋关节的骨折, 将会严重影响老人的寿命。 因为这种骨折, 号称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发生以后会导致老年人卧床, 进而增加患肺炎、 褥窗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您的居室内, 尤其是卫生间, 一定要装一个把手。 这样呢, 避免我们在卫生间的时候出现滑倒, 在洗澡的时候, 在脚下一定要放一个防滑垫, 家居收拾的一定要整洁, 不要在地面有过多的障碍物。 这样会导致增加摔倒的风险。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也要注意选择环境。 路面要平, 不要选择崎岖环境运动。 如果天冷落滑, 或者是下雪的天气, 就尽量不要在户外运动。 选择居家运动, 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谢医生是东北人, 今年冬天第一场雪的时候, 一天接诊了几十位的老年人骨折, 都是觉得不会有问题, 结果在落滑地面上摔倒导致的。 饮食很重要。 相信很多老年人都知道自己的饮食 要低盐、低糖、低脂 以及低票令了。 这里谢医生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 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要适当地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 因为这两项食物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 还有一定抗癌的功效, 尤其是一些老年人的肠道会有问题, 适当地增加蔬菜, 尤其是深绿色蔬菜, 西兰花等的摄入。 可以帮助我们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 还有一定通便的作用。 主食当中尽量少吃精致的主食, 适当地增加全穀物 以及粗粮的摄入。 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维生素 和多种元素, 对于维持健康很重要。 不要独自生活, 学会拥抱老化, 拥抱社区活动。 谢医生在出门诊的时候, 每天都要接诊很多70岁左右的老年人群。 建议老人治疗的时候, 有些老人会在嘴里习惯性地说, 70多了, 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其实这样的想法, 真的是完全错误的。 不代表人老了就要与社会脱节, 就有病可以不治。 对于老年人来讲, 一定要学会拥抱衰老。 有研究显示, 对衰老持积极态度的人 比消极态度的人 寿命要长7.5年。 对老年人一定要习惯老化, 对于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变化, 要积极地参与社区的活动, 不要在家中消极地对待老年生活, 多与人沟通, 多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比如让自己学会弹琴, 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享受便捷的现代生活, 或者是多阅读几本书, 都是对老年生活很好的调剂。 而且, 在学习这些技能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也得到了锻炼, 这样才不会让我们的大脑衰退, 保持大脑的使用, 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感, 也是我们维持大脑健康 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曾经有学者, 研究了世界上长寿人群 比较多地区的老人特点, 发现他们的生活都有一定的目的性, 有更好的目标感, 对于老人的寿命延长, 真的非常地重要。 保持健康的睡眠习惯。 有传言说老人不需要更多的睡眠, 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说法。 老年人需要的睡眠时间与年轻人完全相同, 建议是每天要七到九个小时, 这样才能使我们身体获得一个更好的休息, 各项功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调整。 建议老人一定要调节自己的睡眠环境, 让自己的睡眠空间更加安静, 避免有嘈杂的环境来影响自己的睡眠, 避免白天长时间地窝在沙发 或者是躺在床上看电视, 确保每天都能出门活动, 适当的运动都可以帮助我们 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如果您的睡眠出现了严重的障碍, 建议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适当地服用药物或专业措施来调整睡眠。 积极面对慢性疾病, 到了70岁,身体没毛病也不太现实。 比如一些老年人会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的疾病, 这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什么零件是用了70年不出点问题呢? 有了这些问题, 对老年人不要有焦虑的情绪。 这些疾病通过科学合理的药物 和生活习惯的改善 都是可以进行控制的。 一定要学会找到一名自己信任的医生, 多与医生沟通, 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 该化验化验,该检查检查, 把这些慢性疾病 控制在一个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学会与慢性疾病同行, 一样可以享受相对健康的老年生活。 两个运动对于老年人很重要。 怀泵运动 其实很简单, 就是屈身旋转我们的怀关节, 这样可以加速下肢的血液循环。 对于预防下肢血管疾病 有很好的作用。 这个动作简便易行, 不挑时间, 场地, 只要想起来就做一做, 很有必要。 提纲运动, 对于老人强化棚底肌 有很好的作用, 坚持做一定会有收效。 人生七十, 现在可不惜, 现在还有很多七十岁的老人 仍然在坚持工作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堂堂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